家里有面粉的别再蒸包子馒头了 一定要试试这个全程手部粘面 只用筷子搅一搅 就能做的香酥鸡蛋泡泡 比包子油条还要好吃 早起十分钟就可以搞定 大碗中放入一斤面粉500克 打入一个母鸡蛋 加5克盐入底味 3克白糖 5克酵母 10克香脆油条粉 这也是鸡蛋泡泡外肃力软的关键 用黑色的筷子 充分地将所有的食材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88粒熟芝麻 360毫升的温水 顺着太阳的方向给它搅拌均匀 这一步可以多搅拌一回 一直搅拌成像饰品中这样 浓稠无颗粒 比较细腻的面糊就可以了 盖上盖子饧发至两杯大 也可以头一天晚上做好 放冰箱冷藏发酵一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做 发酵好之后里面都是蜂窝状 多加一点葱花 这样葱香味会更加的浓郁 搅拌均匀 顺便排排里面的空气 接着准备一个凉杯 里面放入一个裱花袋 把面糊倒进来 没有裱花袋 也可以用塑料袋 用剪刀剪上一个小口 油温六成热转小火 把面糊挤入锅中 用筷子给它夹断 全部按照这个方法 给它一次挤完 朋友们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分享 简单的家常美食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请动动你发财的小手 帮我点赞转发一下吧 万分感谢 用筷子不停地翻动 让所有的食材受热均匀 一直炸到表面金黄酥脆 就可以控油捞出来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鸡蛋 泡泡看着 就特别的诱人 有食欲 做法和食材都非常简单 还带有芝麻的香味 刚出锅吃上一口 外酥里软 特别的好吃 葱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 我觉得比油条油饼还好吃 最关键的是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全程手不用沾面就可以做好 如果你也喜欢 就收藏起来 做给家人尝尝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里了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